继昨天有消息人士指 公积金局今年的派息率 可能高达5.6%的好消息之后 今天第二财政部长 拿督斯里·阿米尔·寒沙宣布 公积金局将在4月推出第三户口 以供会员们更灵活性地使用公积金 目前公积金局一共推出了 第一户口和第二户口 比例分别是70%和30% 公积金第一户口 必须在会员年满55岁时才能提款 第二户口只在会员年满50岁时 就可以领取了 也可以在买房、缴付医药费 缴付学费等情况下提出提款的申请 阿米尔·寒沙指出 第三户口将是一种灵活性的户口 允许会员在紧急情况下提款 但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例如会员每个月只能缴纳 特定比例的金金进第三户口 并且仅限于紧急情况下提款 至于是在什么样的紧急情况下 才能够提款呢 公积金局将在4月推出时 公布更多的详情 在新冠疫情期间 许多国人因失去工作而陷入无薪水的状态 为了帮助国人渡过难关 政府曾经在疫情期间 开放过四次公积金提款计划 允许会员提取他们的公积金账户资金 所以这导致了大量公积金资金的提取 累计达到了1451令吉左右 随着提款计划的执行 一些公积金会员在退休后 他们每天只能够提取微薄的60%生活 考虑到这一个情况 政府决定不再继续允许公积金账户提款 然而随着提款的需求不断增加 阿米尔·韩沙表示 经历了公积金户口大规模提款的时代后 国家有必要迈向新时代 其中社会保障的概念至关重要 因此政府的重点在于协助会员 让他们在退休后也有足够存款 保障未来的退休生活 对于政府提出第三户口 供会员更灵活性的提款 你是怎么看的呢? 支持推出第三户口可供应急之需 确保会员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提取至今 B. 不占成推出第三户口 担心会有滥用的情况发生 如果你还有其他看法 也欢迎在底下理性留言和我们分享